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早點視頻 蕭慈迪開運教室的時間 螢光幕 我們見到蕭慈迪師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蕭師傅 師傅 我知道了 過了這個農曆新年 仍然都有很多一些客戶 找你 可能就是關於八字批名 以及有一些八字的線上課程 是 但我知道呢 都有時呢 有一些客戶 可能都會問一下你的 就是說 喂師傅 我這個號碼 電話號碼 在說 是 旺不旺我呢 利不利我呢 所以其實我就想請教一下你 是 通常為什麼他們會基於這樣的事情 或者性質 去請教你呢 電話號碼和八字有關係嗎 其實電話號碼和八字有關係 兩件事 第一件事 看回原空飛聲風水 因為其實每一個工位都有一個數目指 其實每一顆星 或者可能是平時我們看的那些風水 每一年哪顆星去了哪裏 或者今年的工位 我們可能要求恩緣 求桃巴 應該去哪個方位 其實每個方位都有一個數字 每一顆星都有一個數字 如果 加上我們的八字來講 我們的八字要看它的對的喜用神 八字要甚麼 例如八字原來要火的 火我們要用甚麼 用九的數目字 所以其實是有些關係的 另一方面來說 有些數目字和有些數目字是可以用的 有些數目字是不可以用的 但其實無論是甚麼人都好 有些數目字是甚麼人都不可以用的 例如是甚麼數目字呢 二和五是不可以用的 為甚麼呢 因為五和二是五黃二黑 在風水來說 五黃二黑是大病、災病、阻滯、劫素等 有些問題 所以一般情況下 我們都不建議身邊的朋友 電話號碼用五和二的 但如果那個人 看回八字來說 那個人的命格是很強的 或者本身是有錢的命格 將來都一定是戚冊風雲 是類似皇帝的命格 他不怕的話 用五是沒甚麼所謂的 因為五是代表王者之數 九五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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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五來說 基本上沒甚麼問題 但用一個兩個五都沒問題 一般人來說 五我們都不建議 但有些數目字來說 當然我們兩樣東西 第一看回他喜用神 究竟他要甚麼喜用神 就要甚麼適合數目字 另一樣東西就是 看回他本身 他想求甚麼 因為有些數目字是可以用的 例如甚麼數目字可以用呢 如果你要桃花的 通常要一 因為一百桃花星 通常一是主桃花 有甚麼數目字可以用呢 譬如九 九是主喜慶 主開心的事 九亦都可以用 如果你要求財 就用八 因為八八阻負星 八這個數目字就是財 OK 還有六 六八 武曲星 武曲星 這個數目字 亦都可以用到 因為它講天才 也講義地發展 也有一個叫四 四是講文昌 四六文昌星 所以這些數目字都可以用得到 當然也要看八字的五分 適合甚麼喜用神 再配合數目字 還有甚麼可以用 還有甚麼不可以用 還有一件事 零 零也是很忠誠的 零也代表甚麼兇亡 也代表沒有了那件事 如果你本身要用零的話 也可以 要看你本身的電話號碼 第五個數目字會有一個位置 第五個數目字是零 因為零是沒有東西的 你可能要對照回 第四個數目字是甚麼 或者第六個數目字是甚麼 去對照回那個零 參考另外兩個數目的其中一個 OK 但是在對照的過程當中 八字又怎樣有關係呢 因為我們要看八字的喜用神 譬如那個人要用火和土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他用八和九 兩個數字 因為八是屬土 九是屬火 我們就會建議他在電話號碼 多些用八、九來做配合 有可能電話號碼 六八八八、九九九 或者六九八八八、九九 當然這些數字的電話號碼 比較難找 而且你在坊間買 都比較貴 或者可能已經被人用了 所以基本上很難買到 我們就要看看 可能我們找一個五魂流通 金水木火土都有齊的數目字 去組合一個號碼 然後叫他去找 或者他在坊間 去找一些數目的電話號碼 即是給師傅去看 給師傅去看 等於師傅幫他選 OK 但是如果我又不知道 我自己的事處 在八字上面 一知半解 這樣又怎樣看得到呢 其實時暑 即是我們說的出生時間 即是甚麼時辰 其實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時辰 都不要緊的 一般情況下 如果你能夠去改電話號碼的話 基本上你對明理都一定有興趣 你一定會找某間不同的師傅 可能會算過命 當然你找師傅算命的時候 如果你告訴師傅 你不知道出生時間的話 師傅都會用一些方法去找出生時間 怎樣去找呢 就是去看你以前行的大運 行的流年 再配合八字的圓局 看看你發生了甚麼事 檢查你有甚麼事發生過 然後再找出生時間 找出生時間通常是怎樣 出生時間通常是時處 時處通常是講子女 或者講你的事業 可能會看你何時轉過工 或者可能會看你何時 哪一年生過小朋友 或者可能會看你八字的人的性格 去找出生時辰出來 只要找得到出生時間 即是指名八字四處都有齊資料 師傅就很容易幫你找回 究竟你的八字的起用成是甚麼 找到之後就可以推介電話號碼給你 可能他手上都有 那他手上都有 他就可以推介給你 或者如果他手上沒有 那可能他告訴你 你有甚麼送目字的話 你就可以出去坊間一些地方 找回送目字 找回送目字 去組合電話號碼出來 哦 OK 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電話號碼 其實是不是 例如說 一定要香港呢 例如可能國內的號碼 或者外地的電話號碼 又懂不懂用呢 其實 香港以外的地方 內地 外國 都是懂用的 但是普遍來說 因為香港有八 即是用八個數目字 因為香港的電話號碼 無論是家居電話 或者可能是自己的手提電話 都是用八個數目字 所以來說 所以來說 其實他每個位置 都有代表他不同的含意 再去組合 去五憤雙身的時候 那電話號碼 用得到的話 再給你用的話 自自然而 號碼就會發揮到效果 哦 OK 最後一條問題 師傅 你知道香港人很多時候 一個人有幾個電話號碼 是 有些人就會為了方便 將幾個號碼 飛去一個手提電話 那這樣的做法又行不行 其實都OK的 當然效果就沒有明顯那麼好 我也很明白 香港的朋友 通常 一個人最少 有些朋友 有兩個號碼 有三個號碼 四個號碼 自己私人的手提電話號碼 接著工作上 有另一個手提電話號碼 亦都可以用飛線的方法 看看哪個號碼好些 就飛回去另一個 但是呢 如果能夠 可以用一個旺自己的號碼 最好叫對方 多點去打給你 其實要多點去打 那個適合你的電話號碼 他才能夠發揮到效果 因為磁場影響了他 你多用電話號碼 你就可以吸收到電話號碼的能量 你就自然會更好 所以來說 我們通常都建議 用一個號碼會最好 但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唯有就是飛線 但是最好 最好 其實就是 叫他打 適合你的電話號碼 就最好 要多點打 多點用 或者多點用一些社交通訊的軟件 你才能夠 電話號碼才能夠有效果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不明白 或者疑問的話 可以請教肖哲迪師傅 是 下一集我們繼續講講其他話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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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